這個像三明治大小一樣大的 竟然是土地 在綠島有一位韓信的地主 他在民國六七十年間 在綠島潛水想買房子放置裝備 所以買了幾筆土地 而在今年整理資料的時候 發現名下有一筆土地 竟然只有0.01平方公尺 0.01平方公尺 你自己當時也不曉得嗎 不曉得 怎麼會買下來這塊地那時候 時間太久了 三十多年了 你那時候整理的時候 怎麼會發現這一塊0.01平方公尺的地 當時確實不曉得 這個你覺得原因會造成 這麼小的原因是什麼 這個我不懂 這個是非常專業的 是不是因為池芬分割的問題 還是怎麼樣 這是比較專業的問題 這應該問問地震 這一筆土地就在綠島鄉公館國小後方 撒草叢生 地主也搞不清楚正確的位置 他更開玩笑說 這一塊土地可能是全台灣最小的土地 應該可以申請金氏世界紀錄 應該沒有這麼小的了 我也是聽說過 可能聽都會聽說過 地震處長張惠卿說 會造成這麼小的土地 通常是淨為分割的結果 也就是都市計畫發布之後 因為畫有不同的使用分區 公共設施用地等等 以地號查詢 每下去在地級那個地方就直接將坐標輸入 輸入完之後 那電腦它就自動 因為各位 如果國中高中有上過數學 再有坐標 它就是有空間向量的概念 包括角度距離的概念 所以說再小的面積 只要它符合數學的原理 它都可以計算得出來 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0.01 是因為我們地震 它的面積的最小限制 是在平方公尺以下兩位 所以說當它小於這個位數的時候 電腦就會自動靜位變成0.01 發現這一處土地 位在公館村農業區與保護區 區界測量員 當時依都市計畫專位坐標輸入 因為是電腦直接計算分割 就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雖然是真的很小的一塊地 也成為了大家討論的話題 或許它真的是全世界最小的一塊土地了 東南訊文部的綜合報導